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尤其每次汗光的重点淡水河防卫演练 各式夹车进驻预定阵地 现地伪装对解放军迎头痛急 M60A3战车跟各式炮车防堵共军快艇直奔台北市 尤其共军的野马气垫艇 如果沿着淡水河岸到国防部也才20公里 到台北市大道城也只有22公里 万一被解放军长驱直入 10分钟内就会抵达 因此陆军在淡水河沿岸部下重兵 河口第一道防线是关渡指挥部 CM34云爆甲车防堵 紧接着原山周边河道有陆战队66旅 以红军火箭镇守 最后一道关卡还有宪兵快返连 打成阵战三道防线不让共军入侵 希望在关渡大桥那附近必要的是用炸桥的手段来封闭这个淡水河 再来就是龙潭附近的陆航快速反应部队来进行这个重重的拦截 除了淡水河是重点防卫 包括北部巴黎海滩 宜兰利泽检 以及屏东加入堂 全台有13处是共军两栖部队可能抢滩登陆地点 这些地方国军早有防卫重兵 从汉光演习到平日部队训练 军方以敌为师 了解共军对台如何作战 才能破解敌军战法 给共军迎头痛击 三地新闻 李维亭 陈彦豪 台北超过道